大家好,我是Stan Aspas是SMG2014年出道的Redway北后 时隔6年再度推出的四人组合女团 他们一开始给人的感觉 非常像是继承了SM前辈男团的传统 而不是女团前辈 Aspas是在SM女团当中 首次以类似HOT同胜型的Excel 前辈男团的经典SMP风格的Planemamba出道了 Aspas是首次在美容音乐奖上 同时获得了新人奖跟大奖的女团 也是首次在韩国大众音乐奖上 获得新人奖的IDOL团体 让Aspas成为一线女团的歌曲 Nestlevert的爆火 被韩网评价为是打破了女团低谷气 开启了2020年代初女团的黄金时期 而Aspas也创下了史上最高水准的专辑销售量 从2021年到2023年 连续三年成为四代女团首周专辑销售量的冠军 也是史上首次有两张专辑 在首周突破百万销售的女团 Aspas是SM女团当中 首次完全排出了天井影响力的女团 即使加上男团也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是余阳金投入极大心血的女团 但由于2023年初 以苏曼与SM的经营权纠纷后 余阳金离开了SM 因此在之后的专辑中 就没有受到任何一方的影响力了 Aspas有一个非正式的规则 那就是主打歌的开头部分是卡丽娜 第二段的开头部分是由GJ担任 Aspas是SM娱乐旗下 第一个所有成员都使用一名出道的女团 Aspas所有成员都没有弟弟 卡丽娜有个姐姐 云特有个哥哥 吉珍和宁宁是独生女 在这里很神奇的是 外国成员吉珍和宁宁是独生子 而韩国成员卡丽娜和云特 则是有兄弟姐妹 不神奇 不神奇就算了 虽然Aspas除了队长卡丽娜之外 没有正式分配担当 但是韩国饭圈认为 Aspas是SM娱乐旗下 第一组由纯外国籍成员担任主唱的女团 SN前辈女团 春桑吉、春桑吉、FX、Redweb的韩国团名 都是四个字 而Aspas只有三个 怎样啊 除了参加试镜后进入SM的集结之外 其他三名成员都是由SM的星探发掘而进入公司的 而三个人一开始都误认为SM的星探是诈骗犯 在练习生时期 公司主要以青春风格培训了成员们 所以他们以为会是以青春风格出道 但是在开始准备出道时 了解到Aspas的风格概念后 让他们都非常惊讶了 在2021年10月15号播出的Music Bank中 Aspas打败了Aspas 获得了一位 根据在Kim Jong-un的YouTube频道 除了宁宁之外 Karina Winter期间三位成员都非常赞 平时喜欢在家看动漫 不怎么运动 2023年5月22号 Aspas所有成员开设了个人IG账号 仅仅在开设两天内 所有成员的追踪数就突破了200万 证明了火爆的人气 2255号 345号 426号 125号 11138号 silver 115号 115号 2213 vend68 115号 115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